看亲子表明立场 有谁注意张翰的小动作 网友情商真高 众人原本是准备摆地摊然后卖产品的 但是看亲子第一个就尝试跑着推销 要知道本身来游玩的人就是为了放松的 而看亲子还是明星主动推销的话 其实会给游客很大的压力 毕竟不买的话可是会引起热议的 不过不得不说的是推销的方式还是很有意义的 看亲子随便就卖了三个套装 不过后来却是被乌雷抵制了 在最后总结的时候也是说出了问题 只是这次可是让看亲子的情绪有点激动了 毕竟现在与其说是推销图特产 不如说众人就是为了完成任务 毕竟最后的结果完全就是看业绩 而在表明自己立场的时候 张翰也是注意到了看亲子的情绪 在看亲子讲话的时候一直都是在拍看亲子的首饰 不过没起到效果 其实节目开播以来最倦粉的就是张翰 不管是在经商头脑还是谈价格方面都是很厉害的 而且情商也高 特别是那一句不管女生多大都是小女孩 可是得到了大家的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